恐怖小说 我遇见了我 作者周德东 由赵玲演播 第五集 这时候 有人敲门 曹景记站起来打开门 我看见来了两个穿警服的人 那一瞬间 我应该想到是曹景记犯事了 警察来抓他 可是我没有那样想 我当即认定 他们是曹景记的同伙 我甚至怀疑 他们是被曹景记 施了法术的指人 因为他们的脸 也都很白 白得不正常 曹景记 滴滴地对他们说 进来吧 然后 曹景记对我说 这都是 我们刑警队的同事 他们是警察 我觉得 他们穿的警服都不合体 这时候 我忽然想起一个电影 两个人 害死了两个警察 把他们的衣服 从身上扒下来 那电影中的两个亡命徒 跟这两个人 还真像 我观察着他们的脸 他们的神情 都有些怪 飘飘忽忽的 他们进了屋 都坐在了沙发上 并不说话 他们坐在 我和门之间 也就是说 他们的四条腿 挡着我出去的路 曹景记 把门关上了 动作 就像他开门时那样轻 我一下想到 我可能真的不会活着 走出这个房间了 曹景记指着我 对那两个人说 你们看看他 其中一个看了我一眼 没有一点笑意 他问曹景记 这是你哥哥吗 曹景记说 不是 另一个说 那就是你弟弟 曹景记说 我哥和我弟 长得其实并不像我 那两个人感叹起来 哎呀 你们俩真像 要是你当他 或者他当你 肯定没人能认出来 这句话 让我哆嗦了一下 我看看曹景记 连忙说 哦 熟人 还是能区别出来的 曹景记突然对我说 要不 咱俩就换换 我一惊 换什么 他说 就是 我当你 你当我呀 我挤出了一点笑 带着讨好的味道 哎呦 你真会开玩笑 当一个作家 多辛苦啊 曹景记 对那两个人 也挤出一点笑 说道 你们觉得呢 那两个人 都挤出了一点笑 说道 我们觉得 这个想法挺好玩的 这个时候 墙上挂的破钟 敲响了 声音很刺耳 就像是 丧钟 我鼓了鼓勇气说 曹景记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他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阻止我 他说 那好吧 我说 曹景记 有空啊 你去我的单位玩 这完全是一种客套 我没给他名片 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地址和电话 我走过那两个人的四条腿时 也跟他们打招呼 啊 再见啊 再见 那两个人是一同说的 曹景记说 我送你 我说 啊 不送了 曹景记说 不行 楼道太黑了 出了门 他轻轻地把门关上 然后 他嘀嘀地说 要是你发现 那个人在北京出现了 你立即通知我 我随口 说了声知道了 我看不清 他的脸 他送我 到了楼梯口 有了点光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那束灯光照着他很白的脸 很吓人 那一刻 我觉得他的眼神可疑到了极点 我低头匆匆走开 出了那个旧楼 我感到无比孤独 一个人匆匆走过 看了我一眼 他也许是小偷 他也许在对我说 小偷向您提示 警防警察 我一个人 坐在漆黑的剧院中 四周的座位都空着 帷幕 慢慢拉开 台上 也是一片漆黑 只有一束惨白的光 从舞台后 直直伸过来 罩在我的脸上 我看不清四周 一个恐怖故事 要开眼了 这天下雨了 外面 雷声震震 我躺在床上 走在去往梦乡的半路上 亮起一道闪电 雪白的墙壁上 出现一个人 在电脑前打字的侧影 闪电一灭 那侧影 就被黑暗吞没了 我打了个冷战 坐起来 是梦 幸好 还有这样一个借口 有一个人 经常到编辑部投稿 时间一长 跟我就熟了 他是一所大学的 学生会主席 他几次邀请我 去他们学校 搞一次讲演 主题是恐怖文化 他叫许康 他的脸也很白 我因为太忙 一直没有去 这一天 许康又来了 大热天 他挤公共汽车 满脸是汗 我说 我去 就这两天 时间你安排吧 他极其高兴 说道 周老师 谢谢您啊 两天以后 我真的去了 我穿了一件 挺坐坐的黑风衣 路上塞车 很严重 好像有一辆汽车 撞到了高速路的护栏上 有伤争 有伤亡 因此 我到那所大学 已经很晚了 梯行教室 我进去的时候 学生们都已经等在那里了 有几百人 我快步的走上讲台 许康介绍我 说我是作家 那些可爱的学生 就用力的鼓掌 我谈笑风生 我说道 恐惧在人类精神世界里 占据很大空间 人生来就有恐惧 婴孩脱离黑暗 温暖 宁静的子宫 对光明充满本能的恐惧 临死的时候 对黑暗 消亡 未知充满 无望的恐惧 恐惧潜伏在 人类的心理经验中 滋生于人类的想象中 人类的安详 永远低于 人类科技水平的最上限 和浩渺的宇宙比起来 科学太渺小了 像漂浮的一粒尘埃 因此 人类的恐惧 无边无际 人类的恐惧 和人类的想象成正比 恐惧感越强烈 想象力越发达 东西方的恐怖文化 不太一样 西方更倾向于 外星人 机器人 行事犯 那是某种物质的恐怖 在东方 在中国 更倾向于鬼魅 鬼魅包括 莫名其妙的事情 不可解释的现象 隐隐约约的神秘的 不可抗力的 那是某种精神的恐怖 就像中西一的区别 潜一种恐怖 不绝望 似乎总可以抵挡 用智慧 用技术 后一种恐怖 常常不可救药 从内部 摧毁你 同学们 我写恐怖故事的理念是 展示恐怖 分解恐怖 战胜恐怖 这个时候 靠近门口 有个穿中山装的男学生 拿过麦克风问 周老师 现在有一个周德东就在门外 他说路上塞车 他刚刚赶到 这就是东方式的恐怖吧 我告诉他 差不多 不过 假如真的遇到这样的事 也不要怕 只要追查 一定有一个周德东 是假的 那个学生惊慌的说 周老师 我不是打比方 真有一个周德东 在门口 他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我想到以前发生在 天安县的那件怪事 我的心一抖 难道是那个 一直飘在阴暗之处的 另一个神秘的我 又出现了 整个教室里的人 都很吃惊 大家交头接耳 很多学生 都站起来朝后看 坐在第一排 主持这次演讲的许康 也摸不着头脑了 他站起来 走了过去 想看看到底 是怎么回事 过了好半天 许康才回来 他站在我身边 小声的说 确实来了一个周德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问 他人呢 许康说 已经走了 他听说您在这儿 很生气 说您是假的 他质问我 为什么不把事情 搞清楚 然后就气呼呼地走了 我问 他长什么样 许康上上下下 看着我的脸 说 他跟您长得特别像 也穿着黑风衣 真的是怪死了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他的脸 比您白 恐怖小说 我 遇见了我 作者 周德东 由赵灵演播 第六集 听完这些话 我几乎忘了自己 还坐在台上 我张大了嘴巴 回不过神 教室里的人 骚动了一阵 终于安静下来 静静地等我说话 他们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许康轻轻地碰了碰我 我端正了一下姿势 装作很平静地说 刚才是个误会 没事了 哪位同学 还有问题 这时候 那个穿中山装的男学生 又站起来 用麦克风问 周老师 我一直以为 写恐怖故事的人 应该是最勇敢的人 可刚才 请原谅我的直率 我觉得 您害怕了 这句话 很尖锐 下面有些骚动 有很多学生站起来 朝后面看 想看看 说话的人长什么样 还有一些学生 在观察我的反应 我尴尬地 咳嗽了一下 没那么严重 不过 我确实有些紧张 因为 我担心 我是假的 那天 我草草收场了 回家的路上 我看着车窗外的都市灯火 我看着车窗外的都市灯火 一直都在想 想那个脸上没有血色的周德东 有个女孩儿叫毛静 她十九岁 家住山东长岛 那个县 在大海中的一个小岛上 很封闭 那里的人要走出来 得坐大船 毛静 有一个表书在北京 但是两家多少年都没有来往 毛静想投奔这个表书 在北京找个打工的地方 毛静是第一次出远门 他在济南换车时 跨包 不小心被偷走了 他一下子就变得身无分门 连身份证都丢了 他坐在火车站广场上 举目无亲 回不了长岛 去不了北京 就哭了起来 他哭了很长时间 没有想出任何办法 天黑了 他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这时候 走过来一个老头 他好奇地打量毛静 毛静脸上的泪痕未干 毛静 见那个老头 像父亲一样和蔼 就支支吾吾地开了口 大掰 那个人停下 听毛静说话 大掰 我的钱丢了 你能不能给我买个面包 那个老头 立即冷了脸说 我凭什么给你买面包 然后 他转身就走了 走出一段路 还回头怀疑地 看了看毛静 毛静的脸 红到了脖子根 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看他 他真想 找个地方 钻进去 受了这次打击 他再也没有勇气张口讨要了 他觉得特别累 他想 在想到办法之前 一定要减少消耗能量 于是 他走进了后车室 打算找个地方睡一觉 后车室里 很嘈杂 很拥挤 没有空位 他只好 找个人少一点的地方 枕着他装着衣物的包袱 侧身躺在地上 他的眼前 到处都是行走的脚 乱哄哄的 他的耳朵里 充满了火车站特有的那种 让人疲倦的嘈杂声音 毛静的心里 涌上无家可归的悲凉 他闭上眼睛 两滴委屈的泪 又渗了出来 这时 他闻到一股香味 睁开眼睛 他看见了 离他的脸很近的地上 滚过来半个面包 那半个面包 是一个孩子掉的 那孩子 大约一两岁 没拿住 掉下来 他妈妈说 好了 脏了 别捡了 吃鸡蛋 毛静 悄悄地伸过手去 刚刚把那半个面包拿到手 就被另一只手 夺了过去 毛静抬头看 是一个男孩 大约十四五岁 是个脏兮兮的乞丐 他恶狠狠地 瞪了毛静一眼 说 这是我的 毛静愣愣地看着他 不敢和他争 看着他 把那半个面包 拿走了 毛静又一次 强烈地感到了饥饿 这时 他听见身后 传来一个梦一样的声音 姑娘 你饿了 毛静回过头 看见一个脸很白的男人 正蹲在他的身边 平和地看着他 毛静 戒备地坐起来 没有说话 那个脸上没有血色的人笑了笑 说道 你别怕 我是个作家 接着 他拿出编辑部的工作证 给毛静看了看 说 我是写恐怖故事的 我姓周 听说是作家 毛静 好像有点放下心了 他从小 就想当作家 只是 他对这个作家的脸色 有点恐惧 毛静说 我的钱被偷了 那个人问 你要去哪里 毛静说 我去北京 找我表叔 他在公交公司工作 那个人说 我正好回北京 你跟我一起走吧 我给你买票 毛静想起 在杂志上看到的人贩子 变态狂 有点害怕 可是 这个作家是毛静遇到的唯一的好人 他是毛静唯一的机会 要不然 毛静就会流落街头 结果 可能更惨 毛静想了想说 那 谢谢你了 以后我有了钱 一定还你 那个人淡淡的说 没关系 这时 有两个本地人走过来 他们拎着一些水果 塞给那个脸很白的人 然后 三个人就说起话来 看样子 他们是来送他的 毛静细心聆听他们的谈话 周德东 你回去 就把稿子寄过来 好的 如果有什么变化 提前打个电话 没问题 毛静 就跟这个脸很白的人走了 这个脸很白的人 买的是两张卧铺 上车以后 他领毛静到餐车上吃饭 毛静 顾不上斯文 狼吞虎咽 吃着吃着 他发现 那个作家没有吃 作家 坐在对面 静静地 看着毛静 在灯光下 毛静 感到他的脸更白了 好像血 已经被人吸干 毛静问 你怎么不吃啊 我不饿 可是 你晚上还没有吃饭呢 我一天吃一顿就够了 毛静吃完饭 他们回到铺位 聊了一阵 那个作家 问了一些他家的情况 以及 毛静 到北京的打算 作家 简单对他讲了讲 在北京求职 应该知道的一些 基本常识 然后 他们就躺下了 作家 水上铺 毛静 水下铺 半夜时 毛静醒了 他去接受 回来时 他无意朝上铺 看了一眼 看见黑暗中 有一双眼睛 正看着他 毛静突然感到害怕了 躺在铺位上 他一直在宽慰自己 也许 这个好心的作家失眠了 一直在构思 他的恐怖故事 到了北京 那个作家先把毛静 领到了他的住处 那个地方 离市区好像很远 一个挺孤单的远落 院墙外的草很高 也没有人割 进了门 作家说 昨晚 你在火车上肯定没睡好 你先躺床上 好好睡一觉吧 我打电话 帮你找你表叔 啊不 我不累 去吧 睡一会儿 作家为毛静 打开了卧室的门 盛情难却 毛静 走进了他的卧室 躺在床上 闭上了眼睛 那个人 在外面把门关上了 毛静 隐隐约约 听见作家在打电话 他觉得 作家就像是他的爸爸 心里涌上了一股暖流 毛静 毛静没有担心这个男人 会把他怎么样 他感觉这个男人 不是那种人 他更没有想 这个人会不会害死他 他甚至想 假如这个男人 这时候走进来 要和他干那种事 他也许 不会反抗 恐怖小说 我遇见了我 作者周德东 由赵玲演播 第七集 然而 那个人没有进来 毛静 迷迷糊糊的 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 这个作家 躺在一堆汉字中 那堆汉字 是白色的 密密麻麻 十分干燥 毛静俯下身 突然发现 那些文字 都是一种 怪怪的 苍白的虫子 那些虫子 慢慢的把作家覆盖了 虫子太小了 毛静 看不见他们的嘴 他只看见 有一丝一丝的红色 在向他们的身体里渗透 那红色 一点点扩散 越来越鲜亮 那些虫子 在吸作家的血 作家一动不动 好像冬眠了一样 整个过程 又好像是作家的一种 必须的宣泄 而那些苍白的虫子 就是他宣泄的手段 过了好久 那些虫子 渐渐渐变得通红 红的精盈 红的饱满 红的透亮 他们慢慢的四散开来 作家的脸 一点点露出来 毛静看见 作家的脸更白了 像个死人 但是作家的眼睛 还在缓缓转动 他轻轻的 对毛静说 你怕吗 毛静转身就走 遗憾的是 他没有跑掉 他还躺在床上 醒了后 他看见那张 没有血色的脸 正在他眼前 定定的 看着他 毛静吓得差点叫出来 那个人轻轻的说 你表叔已经找到了 起来吧 我送你去找他 毛静爬起来 拿起包 跟他走了 外面的太阳很好 但是 毛静好半天 都没有从那个梦中 回过神来 作家和毛静 打了一辆出租车 走了很长时间 才进入繁华的市区 又走了好长时间 才拐来拐去的 来到了一个大院前 作家对他说 你表叔 就在这个单位 你去吧 作家一边说 一边从口袋里 又掏出了一叠钱 塞给毛静 毛静说什么都不要 作家耐心的说 你找的这个人 不过是你的表叔而已 而且多少年都不来往了 其实挺疏远的 你是一个女孩 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 到了他家里 一定很难堪 拿着吧 毛静低着头 把钱接过来 他觉得 作家真是 善解人意 眼睛不由的湿了 说道 谢谢你 周哥 以后 只要我在北京留下来 一定会报答你的 作家说 如果以后 遇到了什么难处 你再来找我 毛静说 啊 一定的 毛静下车后 又透过车窗 对作家说 周哥 你以后 千万要注意身体 你的脸色不好 作家笑了笑说 没事 我天生就这样 好了 再见 再见 毛静 依依不舍的走了 不久 毛静找到了工作 在一家宾馆 当服务员 一个月后 毛静找到了 那个好心人 工作的编辑部 看望他 当时 我正在西安出差 我的助手给我打电话 对我说了这件事 我的心思 顿时就乱了 我对助手说 你让他明天 再来 当天 我就飞回了北京 仙窗外的云朵 刺人的眼 像白色的海洋 无边无际 十分诡异 悬空的我 心里越来越不踏实 恐惧感 越来越浓烈 第二天 毛静果然来了 他见到了我 高兴的说 周哥 我很吃惊 对他说 你见过我 毛静说 周哥 你怎么了 不认识我了 我说 我没见过你 毛静着急的说 哎呀 我是毛静啊 在济南火车站 你为我买的票 你忘了吗 我想 毛静肯定是遇到了那个神秘的人 我就说 你好好看看 是我吗 是你呀 你再看看到底是不是我 毛静认认真真的 看了我一会儿 还是说 没错呀 他越肯定 我心里 越感到害怕 我提示他 注意我的五官 眼睛 身材 声音 表情习惯 他反反复复地打量我 同时 追忆脑海中的那个人 最后 他似乎有点犹豫说 好像是你 只是那天 你的脸色 不如今天好 我不步紧逼地问他 你肯定一下 到底是不是 他想了半天 终于说了一句 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发冷的话 好像 又画了一个你似的 我决定 带毛静 去见曹景记 这样 很轻易就可以证实 以前发生的一切 到底是不是 这个警察所为 我领着毛静 走进曹景记 居住的地方 心砰砰砰地 乱跳起来 还是那座很旧的楼 在一群新楼中间 像一个乞丐 还是那条黑乎乎的楼道 没有一个人影 我们来到曹景记的门口 我倒吸一口长气 敲响了他的门 本来我告诉我自己轻一点 可那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 还是显得很响 那扇门 吱鸭一声开了 不是曹景记 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 他的牙 都掉光了 我问 曹景记在吗 他仔细地看了看我说 他搬走了 我的心 更加烟雾蒙蒙 为什么这么巧 我又问 他搬到哪里 你知道吗 老太太冷冷地说了句 不知道 然后就不客气地 关上了门 第二天 我给曹景记的单位 打电话 一个人告诉我 说他休假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上班 那个人说不知道 看来 这个曹景记 在躲着我 大约过了半个月 我又给曹景记的单位 打电话 居然他上班了 他接了我的电话 我紧张地说 曹景记 我想跟你谈件事 你搬到了啥地方 能不能告诉我呀 他竟然极其爽快地 说出了一个地址 然后 我跟他约时间 他说 下班以后吧 在北京这座大的煤边 有处处塞车的城市 下班之后 就意味着 离黑天不远了 那天 我又一次约来毛静 在黄昏时 来到了曹景记 新班的住处 又是一座 很旧的楼 楼道里 依然很暗 毛静 紧紧地跟着我 我一步步 走进他的房门 心里 更加紧张 我真害怕 他开了门之后 毛静脱口喊出 就是他 来到那扇门前 我看见门板上 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周先生 实在对不起 刚刚接到 刑警队通知 突发一个案子 我今夜 出发去南方 执行任务了 带我回来之后 再约吧 我对着那张纸条 愣了好长时间 一周后 我领毛静 再次去他家 那张纸条 还在门板上贴着 又过了一周 他还是没回来 再过了一周 我继续去找 他仍然不在 他消失了 我甚至怀疑 他留给我的那个电话 根本不是刑警队的电话 可是 我没有放弃 我一次次戴毛静 在黄昏的时候去找他 后来 我发现我的行为 好像已经是一种惯性了 因此 当他突然打开门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还被吓了一跳 这次 不是黄昏 是半夜的时候 我突然改变了 探视的时间 他正巧 急匆匆地走出来 让我们撞上了 他背着包 好像要出去 这个像影子一样 飘忽的人 终于被我们锁定了 恐怖小说 我 遇见了我 作者 周德东 由赵玲演播 第八集 楼道里很黑 从打开的门板看进去 他新搬的这个家 还是很简陋 房顶的灯泡黄黄的 一点都不亮 屋角 还是有一堆 乱七八糟的书 他站在门口 愣愣地看我 我竟然一时 不知道该说什么 毛镜看我 我干咳了一声说 啊 实在抱歉 我找你 还是想对证一下 那件事 他看了毛镜一眼 然后对我说 你们进来吧 我没有动 只是对毛镜说 毛镜 你看看 是他吗 他好像不明白怎么回事 直钉钉地 看毛镜 毛镜 直直地看他 楼道里太近了 那一刻我甚至想 假如毛镜说出一个是字 他会不会突然 掏出他的枪来 毛镜 迟疑了一下说 不是 我不太甘心地对毛镜说 你再好好看看 毛镜又认真地看了看他 最后还是摇头 我彻底泻气了 他问我 那个人又出现了 我无精打采地垂下头说 是的 他又说 进来说吧 我说 啊 不了 我还得把他送回去 他似乎很同情地叹了口气 可我仍然觉得 他不怀好意 我对他说 对不起 我误会你了 他说没什么 我说 我们走了 他想了想说 好吧 走出几步 我回过头 有点犹豫地问他 有一件事 我不明白 你说 那天 我问你去没去过东北 去干了什么 你为什么显得有点紧张 他说 你知道 我要抓的那个诈骗犯是谁吗 他是我爸 你肯定不信 从这天起 我感到更加危险了 如果曹景记就是那个人 那至少我在明处还见过他 看见了的东西就不会感到那么恐怖 可是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 曹景记很可能不是他 那个神秘的人一下子变得更加遥远 我一下就没线索了 我一下就没线索了 我一下就没主张了 那个脸上没有血色的人 另一个我 他在没有我的地方认认真真地扮演着我 见过他的人越来越多 他越来越清晰 他只回避我一个人 因为我是他 我感觉 他好像一直都在暗处看着我 我随时随地在什么地方 干什么 他都一清二楚 只是他既会和我真实地面对面 我的精神世界被阴霾笼罩了 我觉得 他的全部阴谋 就是让我永远弄不清真相 最大的恐怖 就是永远没有谜底 前面我说过 其实我的胆子并不大 我最怕有一个人一直看着我 我不清楚他的目的 我看不透他的表情 生活中 恐怖不可能都是故事 这天半夜 又打雷闪电下雨了 我没有睡 我还在苦苦追想 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甚至觉得 他真的就是另一个我 一个我在明处 一个我在暗处 他和我是两个相反的东西 他活在我的背面 我和他永远不能见面 假如见了 就像两块带着异性电的云撞在一起 就会电闪雷鸣 就会天崩地裂 若真是这样 我又担心 哪天他不小心突然撞在我怀里 一到闪电 我警觉地看了看那面雪白的墙壁 一个人打字的侧影又出现了 我猛地睁大眼睛 幻影消失 黑暗无边 这是怎么了 那一夜 我一直没有睡 我一直在胆战心惊地 想这样一个问题 黑色的墙壁上 能不能写上影子 墙壁 为什么一定是白的 早上 太阳光芒万丈 昨夜的雨像梦一样过去了 我双眼心红 不想起床 太太见我 沉默寡言 就问我 你最近怎么了 我说 没什么 就是心情不太好 太太关切地说 你最近身体可能有问题 脸很白 得到医院检查一下 她说脸很白的时候 我惊了一下 我现在怕听见这句话 有一天 她会不会一点点演变成我 有一天 我会不会一点点演变成她 这天夜里 墙上的钟敲十二下的时候 我猛然想起了一个人 前些日子 我妈突然打个电话来 告诉我 我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 但从小就给人了 我妈说 你走南闯北 能耐大 能不能去找找她 我小的时候总生病 大人对体弱的孩子 更疼爱 因此 大人从小就偏向我 一个留山羊湖的 算卦先生路过 到我家淘水 我妈请她给我算一卦 算卦先生 用她那双 似乎透视 幽明的浑浊小眼 在我和那个孩子的脸上 扫来扫去 接着又闭目 用细长的手指 掐算了半天 好像看见了什么 大惊小怪的说 我之所以生病 是因为另一个孩子 克我 算命先生 阴絮絮的对我妈说 这两个孩子 前世是冤家 他们是同归于尽的 他们死后 冤魂还整日纠缠在一起 互不相让 后来 他们又一同投胎 那个比这个凶 因此 他就克他 他们出生时 这个都争不过那个 那个先出生 对不对 算命先生 这一点说得很准 我妈妈 只是把我们俩的生辰八字 告诉了她 并没有告诉她 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 因此 我妈很幸福 问她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除 算卦先生说 只有让他们分开 永不相见 一个偶然路过的人 随便胡走的一句话 竟然彻底改变了 一个孩子的一生 后来 父母 父母商量了好多天 终于 忍痛割爱 把另一个孩子 送人了 送给了一个 收葵花籽的客商 那时候 乡下人生个孩子 像下个蛋一样 那时候的孩子 可不像现在 可不像现在 这么金贵 可怜我那个 双胞胎哥哥 他仅差一天 就没有在家里 过上自己人生的 第一个生日 我为自己 抓到了名字 他就丧失了 这个权力 随我叫 周德西 之后 我家又搬了 很多次家 互相都找不到了 在这个沉寂的夜里 我忽然想起了 这个周德西 忽然想起了 这个前世的冤家 恐惧感 又一次 充斥我的心头 我终于 排除了一些 错误的判断 注意力 集中到了周德西身上 是他 是他还在刻我 可是他在哪儿 他沦落到了什么地方 老实讲 这个周德西 比曹景记 更让我感到恐怖 因为那个前世的传说 因为他从小 就下落不明 因为人事茫茫 我根本不可能知道 他在什么方位 因为他和我的身体里 那种神秘的血脉联系 我打开夜灯 颤颤的 给母亲拨电话 母亲睡了 我把她惊醒了 母亲说 深更半夜 你有啥急事啊 我说 妈 我还想听听 那个周德西的事 德东 你怎么突然说起他呀 妈 您别管了 我遇到了一件重要的事 必须要找到他 哎 后来我想了 德东 其实你不可能找到他 算了 妈 那个收葵花子的客商 是哪里人呢 官里人 妈您再想想 是哪个省 母亲是个乡下女人 根本不知道 一共有多少省 她想了半天 说 好像是一个叫 游溪镇的地方 哪几个字啊 妈妈 不知道啊 我爱你 我爱你 那一个叫 我爱你 我爱你 那一个叫 我爱你 还在那里 感谢观看